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到一个女生喜欢动用暴力 其实那时候又爱看那个 郑一剑演的那个叫什么 蛊惑仔 对 又觉得很好玩 其实并不是说用暴力打来打去也不会受伤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是个很帅性的女人吗 很男人性的女人 每次夸奖我的词我都说可以 不会再打架了吧 因为其实那次最后一次就觉得 这么说吧 在最近一次特别想打 但你却忍住了的是什么事 工作的时候无数次都想打 但是就是我就想想 不行 想打人的人包括老板吗 有些老板 没有 没有 就是打的同事是吧 其实我在读完初二的时候就没再打过架了 好了 打架的事就此歌下 毕业之后去了哪 毕业之后我到上海华尔街英语 担任课程顾问两年多 我是第一个月拿到税后八千 我最后半年都是最差都是拿两万亿的 是你们那的销灌吗 经常有拿 后来为什么离开华尔街 有的时候我觉得太压抑了一些 太压抑了 工作压力太大 那我这边工作两年 我的校长已经换了六个了 就是有的校长说 加班是无能的表现 那有些老板说 无能就无能了 连态度都没有嘛 这老板是要人怎么样 但是你自己加班 你认为是因为你无能 还是因为你没有效率 我觉得我是 我不能说没有效率 我觉得该有效率的时候 我一定会有效率 但我觉得我是出于被迫 因为我不去的话 我也可以做出来这个业绩 那你不去的话 也能把业绩做出来 为什么 因为 华尔街英语你们是 客流进到店里 然后你们来接待嘛 对 因为我觉得还有学生 他的朋友啊 就因为我 还有说我在那边待得很开心的一点 就是 因为差不多到月末的很多学生 他会到办公室 这个月怎么样了 还差多少 你到时候实在没办法 我再买一点 不过没到最后一刻 你不要 那学生转介的这种单子 占你所有的销售里面 百分之多少 我后期的话 在百分之六十七十 这样 问一下 在今天的资产过程当中 有没有目标企业 我还蛮倾向那个 函数 函数 还有通灵珠宝 通灵珠宝 优胜教育也可以 我觉得还不错 假设我今天来 我不一定要所有老板都给我留灯 我只要我想要的那个人 他给我留灯就可以 这个想法不错 有没有最低的薪水要求 六千 六千 然后这个有没有地点的要求 其实哪里都可以 但我最好是在上海 最好是在上海 对 我想问一下你只对销售感兴趣吗 其他的 能够进一步帮助你成长的 其实我很想说 比如说 比如说像做你们的助理 但是你们肯定说我不会啊 我什么都不懂 不一定 我有可能给你专门设议 有可能 其实我也觉得你特别适合 有可能 原来也是一万八的税后 现在你的应聘的六千 没有 因为我今年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今年二十五岁 我毕业之后就在华尔街 除了这个地方 我什么地方都没去 然后 我这个工作经验 我拿到其他地方行业去 我是从零开始 不可能 也是我提早出来的原因 但是黄尔 我觉得你低估了 因为 华尔街毕竟是个外企 他的培训非常正规 非常正规 对 很多同行人都到 你们要怎样 人家高了不成 人家谦虚点 低一点腻 我是在替他抬分 那行 待会就请留下你的灯 我们第一轮选择开始 好 还有十一转灯 为你停留 想问一下刘总 我为你比较少 然后观察是比较多的 就是和你在一起公事 我自己感觉压得挺大的 尽管你不打老板 人家说了不打人 人家是个积极向上的人 而且他也说得很清楚 实际上我有点忌妒 就是他说 只在乎 他所在乎的人 我发现我不在他在乎的人 其实也没有了 你怎么知道 其实也没有 人家说了其实也没有 你在乎他吗 其实我觉得 我知道了 春华刚开始吃醋了 因为点了很多 背拳企业 没有点到春华 太不强大 太小心眼了 太不强大 好 以后我改 黄丽 我也有一个 你要永远记住 你自己的励志名言 身材的高矮是爹妈给的 能不能站得起来 是自己的勇气 来 接下来进入 天生我有才 黄丽 我有个问题 其实你刚才选通灵珠宝 我是有点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听编导说 就是你在华尔街 陈灵就有你的同事 是从通灵珠宝 逃到华尔街的 其实我是有一个总监 后来过来的 他是曾经在通灵珠宝 我不知道他在那边 干得好不好 但是他回到华尔街的时候 我看到他好漂亮 很有气质 叫什么名字 赵蒙蒙 赵蒙蒙 对 赵蒙蒙曾经做过我的助理 沈总新自培养却来了 非常非常非常优秀 他之所以去上海 是因为他的先生到上海工作了 对的 通灵珠宝在上海也有分公司 是有分公司 但是他不适合 没有适合的岗位 另外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下半年就到上海工作了 但是不是因为你啊 所以说我可以提供给你 上海的总经理助理的岗位 想去吗 想去吗 我觉得 为什么不呢 因为有一句话说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稍等啊 你确定吗 稍等一下 这句话说的太棒了 但是你说一下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生活中 我很想很想要可以成为 引风引风那种 那么太不相同了 但是现在坐在这边 就是在职场 我希望可以成为 函数那个好种那种 那你应该跟他在一起 不应该跟沈总在一起啊 其实我没有说一定要去 只不过说我一定会 你好变幻莫测 是啊 我害怕你说的 不我告诉你一句真言 相似之人在一起 适合一起嬉闹 互补之人 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 其实在刚才我上一场出门的时候 看见你的时候 第一眼你给我印象就特别好 我觉得你整个的气质啊 相貌啊 都非常适合函数的企业文化 但是我也想说 就是我觉得你在我们公司 做销售的培训师 然后做总助也都可以 但是 有本事你再拿个助理出来 我就是要给他助理啊 哇 你公司那么多助理啊 我们公司的总经办秘书 和董事长助理 是培养我们公司 中层的摇篮 那你今天是要跟沈东军 死磕到底 死磕到底 而且我也告诉你 上海函数专业总部在上海 喜欢跟男人本做助理 还是跟女人本做助理 我蛮喜欢就是跟董事长 杜葵老师 对 谢谢 杜葵老师 我发现你身上一个矛盾的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说 不用求全 只要有你自己喜欢 心仪的老板留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注意到 刚才在抛橄榄枝的时候 你先点到了沈总 然后呢 又跟尹总和郝总同时 在沟通你的这个善意 会让我觉得你说话特别的滴水 不 滴水不漏 我现在能够问你 你很坦诚的告诉我说 如果在众多的老板当中 以目前的了解情况 首选 只选一个 是哪一个 通灵珠宝 李游士 你刚才不来说杜总 不是 其实我不可能去看那边做助理的不可能 但是 你知道这就是我看到你身上复杂的地方 那我 其实我刚才也说了 我有点复杂我自己都不懂 但是我很肯定的一点就是 我来到这边我希望 哪怕最差一步我没找到工作 我都希望大家喜欢我 哪怕就是说我最后求职不成功 我也不希望让老板灭我 我可以灭他们灭灭什么感觉 其实你一上来 我对你的期望是非常高的 因为从你的个人形象气质 包括你的简历上写你的 对工作中难忘的事情和你的应聘宣言 我都很欣赏 但后来其实我很失望 首先是 你作为一个你要选销售为第一意向的人 但没有说出你真正销售的优势是什么 也没有说你在华尔街学到的这些 和你下一个销售工作之间有什么关联 然后提出一个助理港 其实你刚才在自我介绍和意向里都没有写 然后突然就被助理港所吸引到了 我觉得你这个就很不踏实 然后你身上还有很多 包括你刚刚形容你要灭老板的灯啊 包括你说我后来很开心 很多学员会主动跟我说你业绩够不够 我给你一点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真正老板欣赏的一种做业务的态度 你并没有把自己在你 尤其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 你没有把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在想把你这个工作做的怎么更有效率 反而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只是完成任务 你的心有没有和企业在一起 其实我想说一下 就是怎么说 因为我就是 逻辑有点不通啊 对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想要太多 如果你本身销售做的不错 这次又是找一个销售港 你就专注在销售上 其他的干扰项可以去加分 但你首先要想你是不是适合他 和能不能做好 因为有很多机会正在那里 但不一定所有的机会都是你的 黄利我们现在需要明确一下 在销售和助理两个求职方向当中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 给老板们一个明确的态度 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 我会选择销售 因为钱多 好 接下来可以选择了吗 来第二轮选择 开始 好 还有七战争 为你保留 我们现在听一下他们所提供的职位 思敏老师 你好 黄利 我非常喜欢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天生的销售的人才 非常希望你能够做我们 思敏在线的大客户销售 是销售港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陈总 我给你我们全国加盟事业部总经理的助理 这么一个港 协助他做销售工作 地点 北京 好 谢谢 郝总 我给你两个职位 一个是跟销售有关的 一个是跟助理有关的 销售港位呢 其实他是销售培训师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总经办秘书 未来是我们的董事长助理 好 谢谢 沈总 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就是渠道助理 总经理渠道助理 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 很多的商场 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那我就要招一个 专门维护 这些企业 我们经理 好 谢谢 戴总 那我现在offer你一个机会 是在上海的 猎片网在上海的 大客户销售 如果你能扛住 华尔街英语之前的 销售压力的话呢 在猎片网你能做得很 好 谢谢 谢谢 黄利 接下来你要 下决心做选择了 开始考虑了吗 可以 请 但是 关照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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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为了钱多 我选择助理也是为了钱多 这恰恰说明他的这种特质是非常非常适合做销售的人 即使做到助理这个岗位 他的目标不在于把这事情的环节和逻辑讲清楚 而在于说郑忠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是销售人员的逻辑不是助理的逻辑 他其实根本不确定做销售还是做总理 但最起码有一点就是他有欲望 我觉得有欲望的人总比没有欲望的人要好培养 好吧 那我只能说函数是特别包容 好吗 可以选择了吗 15秒钟 考虑 一个黄鲤鲤翠柳 两个老板正饭店 我建议你去郝总那里 所以你的选择是韩树或者通灵珠宝 或者谢谢再见 选择通灵珠宝 就厉害的 要赢了吧 其实我也想做销售 那助理我觉得也还OK 我觉得可能是之前讲得不大好吧 遗憾就是好比说 我可能是之前工作有影响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一定要让大家都喜欢你 我觉得我今天没有做到 一个口口声